Judyintéress 鳳姐 好 我們再一分鐘就 一個當作 我們就來開始 各位同心 同心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座了 謝謝 好 我們再來繼續 像剛才我們談論那麼多裡面 講那麼多裡面 大家應該會聽話說 我說的都是事實 總是一個目前台灣的社會傾向所發生的事情 那不是 我們怎麼辦 當然要去改變 改變就是要有充分的知識 有充分的理想 還有正確的方向 才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事情裡面 我們的議局都會變化 會給你騙 我第一次 終於去了解說 台灣跟中國 台灣跟中國 它擁留一個部分 part 它擁留說 台灣 is not part of China 就是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終於 我知道這句話是一個文字遊戲 我們常常在那裡做的正論說 是不是它的一部分 是和不是 正論之後就變成兩派 說是會變一邊 說不是會變一邊 產生兩者對立 那麼對立之後就衝突 誰最有利 執政者 反正 你不管是是還是不是 都沒關係 對立就好 那三生的問題就是什麼 大家極東 精神抓起來 我最近開始想說 應該要去給大家了解 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部分 part 用英語 在講的英語裡面 它講到part 這個部分 我簡單說 我如果給你們介紹說 這個頭部是我的一部分 你會覺得怎麼樣 說奇怪 那裡黏在你的頭部 本來就你 什麼 怎麼很好 還有你的一部分 你跟我說這個做什麼 我如果說這個眼鏡是我的一部分 可能還會接受 但是你沒聽過說 朋友給你介紹 這台車是我的一部分 這樣表示什麼 這台車不完全你的喔 東西就兩種定義而已 你的就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不然還有一種 大家共用 共用 台灣是中國共用 不是 不是 用一個部分 我們就能去衝突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文字 來開始改變 讓你改變成說 我到底要聽哪一邊的 造成影響 所以 常常候選人 他講的話 通常是 好像聽起來對 但是事實上 不對 錯了 為什麼 每次 看到我們的選舉裡面 候選人 都講得很肌懷壯志 我再度連任 我要啟動幸福 這幾位哪裡錯誤 注意喔 再度連任 我要啟動幸福 我說不對吧 你在做當中 都把政府關起來嗎 都把它 off 掉嗎 你如果 後天才要啟動 現在就好啟動 怎麼就等到那時候 所以 這個情侶的差距就出現 但是我們都不會去想說 你做八年的立委 你都沒有啟動 這段 還要問後四年 這樣就啟動 為什麼 他覺得 反正我講給他大聲就好了 講話會極重 人聽到極重的聲 就對了 現在的 情況都總是這樣 聽到民主 意識的歌曲 開始 我都覺得 這片人 以前聽到很感動 但是 現在在聽到的當中 好像很爽 啊 沒關係啦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 不管什麼動 沒有人真真真真 真正 真正為台灣的 真正去爭取 只是 在那邊 摸取 他的利益 所以 他把這個責任 都推給他 撤到美國 說 美國就是為了他的利益 所以 將我們出賣了 我們 某一部分 叫做 被出賣的台灣 我給他 打三次過 你覺得 是什麼人出賣 自己 因為 我們自己 弄不清楚 國際規則 到底是怎麼規則 我們都不知道 國際規則是什麼 只會一直說 我就是照樣 所以你看 日本 他沒竊具台灣 他沒有佔據台灣 日本 他沒有 淘汰台灣 淘汰是什麼意思 我賺這個人 我等一下 他拿走 他找不到 這樣叫做 淘汰 台灣有風吹 沒有 台灣 讓日本 淘汰之後 你地圖翻開 結果台灣怎麼不去 那叫做 淘汰 所以 在很多文字 裡面 我們來去 漸漸修行起來 因為 對教育 他跟我們說 開羅宣言 是一個 合法的條約 宣言 是一個 Decoration 就是宣告而已 那公共的尊重好 但是他在宣言裡面 也沒有欲白說 我覺得 美國在幫我們 在哪裡 就是要等台灣人 能夠清醒 因為 他在開羅宣言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他講什麼 他講說 他跟中國 在談判的時候 他講到什麼 他說 我會把 日本跟你 脫切的領土 都還給你 中國就在那 好 他什麼 他去跟美國 要求的時候 美國只問了一句話 請問哪一塊是跟你討的 沒辦法 他說台灣 他說台灣不是拖 不是偷偷切 澎湖也不是 是隔壤 隔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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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簽合約 隔壤的條約是什麼 是馬關條約 這說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 我們都會說 淘汰領土 日據時代 讓我們開始 混淆下去了 我們一年一年日本 日本一年 我問過很多人 他說 以前日本人 對我們很不好 那很不好 我經過統計一個數據 一個物色事件 死傷大概一千七百多人 這說殘暴的民族 高砂族說他們非常殘暴 結果一年死傷兩個人 喔 很嚴重喔 不過 愛好和平的中國 二二八事件來了 死傷十八萬不等 有個胖間的吹不 你為了想 大家一個比較愛好和平 喔 這我們就看過了吧 他說日本都不會 把好的交給我們 都亂交 亂交 亂不交 我說 幹嘛呢 日本人對台灣的百姓非常殘酷 真的嗎 不一定喔 我聽過很多去日本當兵的人 他講什麼話 他回來講說 他是台灣去的軍隊 阿兵哥 他是台灣去的軍人 所以他們一次去逃蠻王來 去王發現 人家說什麼 日本軍共十一的 打十二下 台灣軍四的 這樣有在虐待嗎 沒有喔 日本老師在教育 台灣孩子 大家都說 日本很壞 我發現一個事情 正在咱砍過不著 他說 我們同學會從來沒有這麼齊聚鬼 每次 如果說要同學會 就是那個沒來 那個沒用 那個怎樣 那個沒怎樣 但是有一次 他說 把我們交 那個日本老師 要來逃我們台灣 看我們大家 那次全員到齊 那如果說 黑白交 你想學生的告示 會不會全員到齊 絕對不會 而且那次報紙還登出來 你知道那個老師的夫人 他把他做一件事 他把他 小時候 跟老師爭執 他書包丟給老師做一招 負氣而走 你知道那個老師 把那個書包保留五十年 從來台灣 從來抓六小子 那孩子五十年 做阿公 從來交給他說 哇 當初你這樣 父親而走 我跟你保留這攝影師包 你不知道會記住嗎 你知道那個學生 哭出來 跟老師說 對不起 他做錯了 這就是日本式的教育 他們裡面沒有殘暴 他們裡面沒有說要補修 他們總是老師派 很嚴格沒有錯 但是經過時間 經過時間以後 發現很多學生 就懷念他們老師 因為老師給他們 是正確的真理 所以拿到那個書包 我相信 如果是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會很感動 那腳等著沒關係 為什麼要留那麼久 意義上 那是要跟我們說 他們很珍惜這份情感 他很頂修這份感情 我教過的學生跟我的兒子一樣 我不能讓他修律一下 但是爛的 你知道我在作弊的裡面 我是一個輔導人 我常常聽到 在跟我們說 跟我們教的一個大隊輔導人 每一次 他在說話 我感覺就是很奇怪 就是說 台灣孩子 讓他死光光沒有關係 管不了那麼多 我怎麼可以 他說 沒關係啦 你自求多理就好 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 每一次 如果看到那邊 如果去弄打死 要做一個動作 比較快的 把他抓得稍稍的 什麼 心臟衰竭 就把他搞出來 當然死都是心臟衰竭 沒有錯 沒有衰竭變成死 這就是他們的理論 問題是 從外國的眼光裡面 看到 我們怎麼照顧他的軍隊 在最近而已 前一個月 在美國 歐巴馬總統 他知道 還有一個五年前 去打那個伊拉克 的一個阿兵哥 忠視不見了 一直尋找五年 才找到 尋找五年喔 才找到說 人家來要求 換人子 歐巴馬總統 馬上 說 趕快 跟他接洽 當然接洽 不是用那一種 派正式 他是用那個 私下去跟他趕快交涉 那BBC新聞都 砍得很大片 結果 他去把 用到 很多 白手套 還是好 不管黑到白到合法 不合法 反正他訴求 就是 忠視 我們的阿兵哥要回來 你要先看他 他有活力嗎 結果 打出來說 還有在呼吸 還活著 歐巴馬馬上下令 他的什麼條件 都開給他 結果 他 得到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請你把 住在 古巴 Cuba那個監獄 釋放 我們塔利班的 戰犯 放三個 一個換三個 結果透過白手套 交易以後 他說好 結果三個 塔利班 蓋達 組織 恐怖分子 三個 這個人 交易 忠視 終於平安回來 他 他是階級什麼 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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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中華民 說 那個死死的 那不要吵 台灣人 沒關係 那不是中視 我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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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你自己要自求多福 你自己死 不要擔心別人 我經常都受到這種 的聲音 說 你不能擔心別人 我看到這一則新聞 我會很感慨說 這個中視是為國家效忠 為了一個美國效忠 他們的精神為什麼 可以勇往直前 結果這個事情被發現了 有很多美國參眾議院要求歐巴馬總統出來 說明道歉 要道歉什麼 道歉說 你怎麼可以跟 那個恐怖分子交涉 那群隊派去就攏攏 就攏攏 這樣子不是很好嗎 表示我們美國強勝 結果 結果沒有 結果歐巴馬如期 舉行這個記者會 等於在圓形塔前面那個草皮 記者全部到齊了 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也在注意 他第一句話 就說 關於這個事情 我絕對不道歉 我絕對不道歉 大家記者看看 明明你做不到 為什麼你不道歉 浪費多少國家的資源 當大師報道下去 參眾議員火力集中 要抨擊的時候 他講第二句話 我是美國的大家長 美國每一個人的生命 我都有責任跟義務要保護 保全 不惜任何代價 聽這句話 聽這句話 我聽了之後 我發現 那個就是美國 那就是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國家 是怎樣 用到這個東西 來改變他們整個社會 所以呢 反觀看著我們台灣 那一天死過都沒關係 自殺也在七零刀 那個都沒有跟我無關 一定都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1995 這1995很多標籤 大家都有喔 我去買木炭也有耶 很奇怪 木炭也給你寫 請珍惜生命 如果有問題 請打1995 那外國人看著說奇怪 這包 買木炭會傷害生命喔 大家要注意喔 為什麼這包木炭會傷害到我們的生命 外國人拿著看著看 要問 我說因為木炭喔 你買了手會髒 髒了以後 拿東西來吃 會感染疾病 我只要這樣改水 不然不知道要怎麼說 不然他會覺得 你們台灣怎麼這麼奇怪 所以你看到美國 他這種思想是積極正面 以不為任何事情來道歉 但是 台灣的政府官員 目前中華民國政府官員 他也不善於道歉 他善於辯論 除了剛才講的藍茶院院長 還有一個白副總統 我知道 不知道是白什麼 以前是白副院 白院長 白行政院院長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反正 到了 我們 蓋的這個東西以後 汙染 那個不會啦 海豚很聰明 他現在汙染 海豚游到這裡 自己會轉彎 這句話怎麼成為 很明言 結果 他說第一行 塞車你怎麼解決 他說我們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搖下車窗 say hello 這沒關係 還有一句 他說 吳辛假 這個 創意的名詞 可以申請諾貝爾獎 如果你要請問 吳辛假 那是外國的腦袋裡面 沒什麼叫 奇怪 吳辛假是什麼 就好比 以前 台灣 被日本管理 以後 你知道很多人 都不知道什麼叫手夾 連我阿嬤也這樣想 很多人都說 那邊開始 我阿嬤都想說 奇怪 這就是我們 我們的東西 為什麼要跟我們唱 終於 他也知道 這叫做唱 但是美國他的態度 他勇於做 縱使被人家攻擊 他也不認錯 他只講說 我只重視人權 身為一個大家長 如果沒有辦法照顧 裡面任何一個人民的生命 我枉然了 所以他這個說出來 一直繼續攻擊 沒有人了 所以 在美國的社會型態裡面 他們沒有充滿仇恨 他們沒有仇恨 因為 在美國的社會 也曾經發生過槍擊案 槍擊案 一個以色列籍的人 拿一把槍 去 好像是寒衣的 去掃射 包括以色列籍的老師 出來維護 也叫台詩 結果那個年輕人 殺了36個人之後 自己舉槍致盡 這樣總共幾個人死掉 37個 37個人死亡 所以 美國他們在舉辦哀悼會的時候 是點幾支蠟燭 37蠟燭 他們點37支 包括那個人被害的 加害者被害者 只要是傷亡 他們都認為說 我們應該將這個事情 把它變成和平 忘掉仇恨 雖然很難過 但是我們要忘掉這個仇恨 這就是他們的社會 這就是他們的社會 台灣 前陣子 也有一個人 去跟台 一個 東海大學學生 去押桌 去捷運 亂買台 亂買台 台到樓尾 結果 有人 同情的時候 講到什麼話 有的人開始 去跟他 評論 這個鄭傑同學 是因為 小時候受到創傷 我覺得這也很奇怪 四年級就是創傷 所以他現在來黑白人台 我們大家社會層面 都對他的關鍵是什麼 包括他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做人家外都要叫他起來 跟人家道歉 還有必要 沒有必要 我們的仇恨越來越大 而且還有人說 判死刑 對他還要更客氣 不然你要叫人家怎麼樣 事實已經造成了 所以很多專家 他不會去研究 社會架構出現哪些問題 這是怎麼產生 我是覺得 是鄭傑同學 從小時候被輕視 一直堅持堅持 他產生的不滿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所以他責任 但是我們這裡很多評論家 我覺得他真的 腦袋不知道有正常 他剛才把評論 剛才回來 他國小四年級 說他感情出了問題 那也很奇怪 但是我們看到 歐美國家的先進 一定要有勇氣去改變 我在這裡 只想分享 我們該如何改變的勇氣 第一 以色列 從以色列的建國 滅國到建國 總共經歷了 大約2500年 你知道 2500年裡面 經歷的痛苦是非常 很辛苦的 他們在西元前 將近500年前 他就滅國了 被巴比倫打掉 但是 他們的心智裡面 總是做一件事 一直交代說 你們要健康 在他的孩子裡面說 你要擁有國家 所以以色列的人 每一次 聚集總是 培養那個勇氣 他認為說 沒關係 我們是以色列民族 我們要擁有自己的國家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你知道他怎麼做 每天 如果去用欺負 他就回來 一個叫做枯牆 砍在一個圍牆 現在變成枯牆 砍在那裡 在那裡大哭 在那裡求神跟他們 給他們幫助 給他們利器 每一次他們受到委屈 回到那裡靠 祈禱 都總是求他們的心 求神 讓我們體育 讓我們開力 讓我們立場的安慰 靠到幾年 2500年 一直這樣一台一台 一直團下去 他一直把他的子弟說 把他的兒子 什麼都不重要 你要國家 這樣交代下去 一直交代 一直交代下去之後 直到有一個人叫做賀哲 就是以色列的國父 再度復國 那個人叫賀哲 他復國 他怎麼做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 他說 為何會亡國的心態 剩下國家的武器 就是他們的尊嚴武器 尊嚴武器 尊嚴武器 代表 這個國家一定的社會混亂 他怎麼做 他用到他的財產 開始去 邀請以色列人 叫他穿西裝 叫他去做高級的餐館 在那裡開始練習 要怎麼培養這個至尊 他用到一個桌子 面上一台抹布 開始在那裡每一次 每一次他們在那裡聚集 他就是那一台抹布 就是把桌子都一定擦得乾乾淨淨 他不是說我們是逃難的國家 我們就要變成垃圾 不是這樣喔 他是把他整理乾淨以後 每一個來這邊討論的人 一定要服裝整齊 然後一直跟他說 你們愛有尊嚴 你們要尊重自己 所以他們開始一直團結 直到有一日 他們要設計國企的時候 他說 我覺得這條抹布已經很爛 把我們的心靈都擦乾淨了 我們心裡面都在這條抹布 把他抹乾淨了 所以他把這個抹布 拆起來的時候 成為他們的國旗 意義非常大 代表他們的國家 可以擦亮他們的心裡面的誤會 他說我們這一個 絕對不能讓他失去 所以一直堅持堅持堅持 一直到最後他們終於領悟到一種 他說有一天枯牆倒了 我們國家即將成立 我們有信心 所有以色列人 每一次如果委屈都去枯牆打這樣 有一個很奇妙的 就是枯牆倒了 那高度剛才跟人的眼睛的高度差不多 那為什麼會斷得那麼整齊 我們知道嗎 他就是打在那邊 那麥菜 打在那邊 石牆裡面 一直含著含著 那些鹹分 抠到那些虎蝕下去 風吹下去 那些牆倒下去 然後坐一坐 很多人說 這以色列牆怎麼會 枯牆怎麼會變這樣 結果真的倒下去是一個整齊的 在以色列 以色列 當我們又去看的時候 最近大家都算什麼 有很多台灣人 去那看 哭牆 他們也在那邊祈求 他們救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救的東西 救他們 全家平安 事業成功 拆脆到拆脆 大家都救救救救救 到身體健康都救了 就只缺一項 沒有體格拔救 我也覺得這是我們台灣改變的勇氣 每一次我看到我們駕駛阿婆在拜拜 我都拜託說阿婆 阿婆你也拜託 你在救的當中 你在那裡拜拜 在救的當中 你敢不敢 駕駛我們當中請哪一個人救 他說沒有啦 水人的水人拜 結果呢 救到什麼程度 救到他們家 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結果 又救一個六處新旺 救到甘願 救他們家的政策 新旺 也不敢救別人好 我現在知道 他在他們的基調 那個基隆裡面 養基 就給他帶一個六處新旺 那代表說他們家的政策也好 就都總好 其他死了之後都沒關係 你們家駕駛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那是一個社會改變 但是以色列 去到那個地方 你去到以色列枯牆 我們注意 你要去看到他們建國的精神 建國的精神是說 他們用到很多眼淚 總要把那個枯牆 靠到哪裡 所以他們的國歌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大字 有一個文字 不是背這個床前明月光 在那背整部 那些都沒關係 他只說一句 流淚灑種 必歡呼收歌 你覺得這句的 對我們比較有榜戰 或是萬般街下屏 唯有讀書稿 這兩個詞句 你如果放在你的心中裡面 哪一個比較有幫助 我寧可選擇 流淚灑種 必歡呼收歌 因為 他們就是用到眼淚 把那個唱歌 靠到哪裡 他們的國家起來 反觀 我看到我們台灣 民政府 我很感謝大家 願意來這裡 互相 學習 鼓勵 我們並不能承諾 這個路徑 一定成功 或是當時也能成功 我們不敢用這個來保證 但是我相信 我們的方向對了 我們的努力 一定會達到 以色列每一次 都跟他的兒子說 你還要團下去 當你長大以後 你要告訴你的孩子 我們要國家 他們都種2500年 我如果把台灣人 每次我去各地研鎖的時候 他們都跟他問說 這當時也能成功 我如果跟他說 2500年 他總會把我沒笑 不然他2500年 他也說空的 不然他在那裡100年 不然 50年 不然 都是這樣 為什麼以色列人 可以撐好2500年 雖然 我們的肉體生命 沒有那麼強 但是 我們 延續的精神 是永遠存在 我們在地球 都不是在地球 永遠的東西 大家都在地球 那種無形的永遠 我看到台灣 每一次 因所重視的 族譜 可以證明 那個是虛假的 那是假的 怎麼說 你怎麼知道 在中國年代裡面 誰最重視那個家族 皇帝 對他幾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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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說 皇帝的子孫怎麼吃也看不見 也沒去 所以你既然要做什麼 為什麼 怎麼不然 讓我們的國家 可以成立 地位正常 我們要勇氣 我們不能把那些東西 放在一個 無路用的東西面上 就是我們家族 所以你會發現 台灣什麼會也很多 中親會也很多 我每次都接到那個 我們新政的 正式中親會 我說參加要做什麼 他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 性政的 床越大了 這樣才有力量 我說力量要做什麼 他說我們才可以 左右選舉 我說笑了 剛剛為了選舉 來床這床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的組織 只是為了做什麼 選舉 選舉 有用嗎 沒有用 還有 我們在選舉的 心情是什麼 好像一直以為說 選舉 是在選什麼 我也去問過很多人 做調查起來 我覺得 真的是有點 非常的遺憾 我說你是怎麼 要投這個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沒有買票而已 他說 這個候選人 我投給他 他 我爸爸 姓友來 這第一點 他爸爸 有來就拜拜 這樣就 我說 沒有他爸爸如果姓友去 去拜回去就好了 怎麼就投了一票 他說沒有 我們家如果出了問題 可以找他 我說啊你們家 一天一天在出事嗎 大家 我們的心情很病 我們台灣人 不是整天都在出事 他說不是 我如果從頭去抓到 卡到他就幫我解決 我說啊你如果從頭去弄死 我們所以知道這個規則 在台灣人的心態裡面 是這樣外來外去 我們一直 失去我們的尊嚴 我們失去我們的尊嚴 在尊嚴裡面 我很輕的感受 我們的孩子 為什麼孩子 要去台一位 因為他的尊嚴 沒去之後 去用勤勢 他就會做出 很恐怖的事情 可以讓你看到 親自一個精緻的開始 親自 所以 台灣應該是要開始 從這裡去覺醒 我們把一句話 當作我們的勇氣 就是 天生我才必有用 希望你可以鼓勵你的孩子 不管他的各種環境 各種條件 各種平庸材料 都一定有用 這是神創造的原則 不可能做出來的東西 怎麼等到他 不可能 那是一定有路由 所以 我們看到後面的國家 他們的先進 他們是那些尊嚴人權 在我們台灣裡面 是真正說 人權 是公在旁邊 這樣就好了 都在標語 所以在我們各種現象裡面 也發現一點 在台灣裡面 我都知道你們各縣市的 鄭長什麼人 鄉鄭長什麼人 為什麼 我如果說這個事情 你可能會不相信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我去到那個地方 我就知道 你們鄭長叫這樣 後你們鄉長叫這個名字 為什麼 全部 都大 某某鄭長 關心你 走一條路 差不多兩公里 如果一個背 還是一個衣 就都專業名 那都看了 在路裡面 什麼鄭長歡迎你 結果我們在那裡 看到一個很好笑的 一條路200公里 十七支 都關心你 關心你 結果人上廁所 也要關心你 那便所也搭 搭說 關心你 是怎麼關心 如果這樣還好 別說他自己處理這個問題 他說 我剛才上洗手間 沒有衛生紙 他會關心你 只看了關心你 不知道要怎麼關心 我看不 但是他認為 他有大這個標籤 讓人透視 他的透視度有夠就好了 大家都爭取他的亮度 沒有說到實際 台灣人 尊嚴到達一種 很奇怪的現象 台灣人 在前一陣子 去到萬南做生理 他們回到裡面都說 我中公 每次就我中公 這樣 結果那個方正 他推下去之後 才說 我是台灣 我台灣 正了才說去台灣 為什麼我們那方正 才是說去台灣人 這就是我們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在期待裡面 不是只有一個標語的期待 我希望大家 能夠 同心協力 你可以去看 我們民政府 不是要用一種 邀言獲眾的一種言語 還是來再騙大家 又來 撞一條路 不是這樣 我們有進度 民政府的 方向 他是有一個進度 他是要將台灣真正的地位 把它尋找出來 我知道很痛苦 但是一定要找出來 因為只有找出這條路 我們國家才會有定位 才會知道說 你是什麼國家 所以你看到 這些新聞 你不能認為說 我們這個是不好 為什麼 在台灣播放 這個新聞 就是安倍江 智慧隊 把它那個防衛權 把它變成 國家軍隊 你知道這個 這個用意是什麼嗎 大家都說 啊 日本又開始跟我們打 電視節目 我大概看到這種電視節目 就說 哎唷 這日本軍隊 如果再起來 我們台灣 就再奸殺 奴隸都來 所以在網路 在電視 都開始 做很多南京大屠殺 女生弘 強姦 衛安婦都來 我跟你說 日本如果那樣 好色 他不要打對 洛西亞 打不到蘇聯 那邊過 他如果日本軍隊 那樣好色 我也聽過 在日本管理的時候 治理台灣時 有強姦案 但是 中華民國 來到這裡 第二天就發生了 這樣大家比較好色 所以在這種情節之下 我們要了解 一個正確的方向 是帶動我們的 動力 請大家一定要 我們要互相勉勵 我們有以色列 我們不用跟以色列那久了 也不用100年 也不用50年 也不用10年 檢查也不用再一年 檢查是幾個月時間 日本 安倍宣布解禁之後 它一個重大意義 就是我有日本 大日本的軍隊 我已經從大日本軍隊做出來 你知道軍隊成立有什麼條件嗎 日本的軍隊如果成立 你知道這個條件在說什麼 你如果去查詢 全世界軍隊 一定要有 保護標的 比如說 這麼大的軍隊 你保護範圍是從哪裡到哪裡 海峽中線到太平洋這邊 包括台灣澎湖 這樣有跟你說一件事 台灣是什麼人的 大日本的 這都不用太多 你再走下去 不麻煩你 去跟日本的軍隊說 要不要 台灣 不可以你保護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再來釣魚台 中國不敢再派魚子去跟它叉叉叭叭 因為它的軍隊成立了 這也是台灣的一條道路 已經展現出來了 我們所期待 我們可以執政 以上跟大家共勉 謝謝大家